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伸出两个指头 假如他跟你还价 你不要买 抱回来师父告诉你 你人生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第二天一大早 小和尚抱块大石头 到菜市场上去卖 菜市场上人来人往 人们很好奇 一家庭主妇走了过来 问 石头多少钱卖呀 和尚伸出两个指头 主妇说 两块钱 和尚摇摇头 家庭主妇说 那是二十元 好吧 我刚好拿回去加酸菜 小和尚听到 我的妈呀 一文不值的石头 居然有人出二十块钱来买 我们山上有的是呢 于是小和尚没有买 乐呵呵地去见师父 师父 今天有一个家庭主妇 愿意出二十元钱买我的石头 师父 您现在可以告诉我 我人生最大的价值是什么了吗 传师说 嗯 不急 你明天一早再把这块石头拿去到博物馆去 假如有人问价 你依然指出两个指头 如果他还价 你不要买 再抱回来我们再谈 第二天早上 在博物馆里 一群好奇的人围观 窃窃私语 一块普通的石头 有什么价值摆放在博物馆里呢 既然这块石头摆在博物馆里 那一定有它的价值 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而已 这时有一个人从人群中窜出来 冲着小和尚大声说 小和尚 你这块石头多少钱卖呀 小和尚没有出声 伸出两个指头 那两个人说 两百元 小和尚摇了摇头 那人就说 两千就两千元吧 刚好我要用它雕刻一尊石像 小和尚听到这里 倒退了一步 非常惊讶 他依然遵循师父的嘱托 把这块石头抱回了山上 去见师父 师父 今天有人要出两千元 买我这块石头 这回您总要告诉我 我人生最大的价值是什么了吧 陈师哈哈大笑说 你明天再把这块石头 拿到古董店去买 照例有人还价 你就把它抱回来 这一次 师父一定告诉你 你人生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第三天一早 小和尚又抱着那块大石头 来到了古董店 依然有一些人围观 有一些人谈论这是什么石头啊 在哪出土呢 是哪个朝代的呀 是做什么用的呢 终于有一个人来过来问价 小和尚 你这块石头多少钱卖呀 小和尚依然不声不语 伸出了两个指头 两万元 小和尚睁大眼睛 张大嘴巴 惊讶地大叫一声 啊 那位客人以为自己出价太急 气坏了小和尚 立刻就认说 不不不 我说错了 我是要给你二十万元 二十万元 小和尚听到这里 立刻抱起石头 飞观魂山上去见师父 去转咙咙地说 师父 师父 这下我们可发达了 今天的施主出价二十万元 买我们的石头 现在您总可告诉我 我人生最大的价值是什么了吧 陈师默默小和尚的头 慈爱地说 孩子啊 你人生最大的价值 就好像智慧石头 如果你把自己摆在菜市场上 你就值二十块钱 如果你把自己摆在博物馆里 你就值两千元 如果你把自己摆在国董店里 你值二十万元 平台不同 定位不同 人生的价值就会截然不同 这个故事是否启发了 你对自己人生的思考 你将如何定位自己的人生呢 你准备把自己摆在怎样的人生拍卖场上去吹卖呢 你要为自己寻找一个怎样的人生舞台呢 不怕别人看不起你 就怕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 谁说你没有价值 除非你把自己当作破石头放在烂泥中 没有人能够给你的人生下任何的定义 你选择怎样的道路 你将决定你拥有怎样的人生 说得太好了 受教 为什么一个老板再难 也不会轻言放弃 而一个员工做得不顺就想逃走 为什么一对夫妻再吵再大矛盾 也不会轻易离婚 而一对情侣常为一些很小的事就分开了 说到底 你在一件事 一段关系上的投入多少 决定你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能取得多大的成功 能坚守多长时间 冯众人说 伟大都是熬出来的 为什么用熬 因为普通人承受不了委屈你的承受 普通人需要别人理解安慰鼓励 但你没有 普通人用对抗消极指责来发泄情绪 但你必须看到爱和光 在任何事情上 要学会转化消化 普通人需要一个肩膀在脆弱的时候靠一靠 而你就是别人依靠的肩膀 孝章对康熙说 孙儿 大清国最大的危机不是外面的千军万马 最大的危机是在你自己的内心 意思问 师父 你有时候打人骂人 有时又对人兵兵有礼 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吗 师父说 对待上等人直指人心 可打可骂 以真面目待他 对待中等人最多隐喻他要强分寸 他受不了打骂 对待下等人要面带微笑 双手合十 他很脆弱 心眼小 只配用世俗的礼节对他 你说得了何种委屈 决定你能成为何种人 一个不会游泳的人 老患游泳池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一个不会做事的人 老患工作是解决不了 自己的能力的 一个不懂经营爱情的人 男女朋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一个不懂经营家庭的人 怎么会爱人都解决不了问题 一个不学习的老板 绝对不会持续地成功 一个不懂正确养生的人 要吃得再多 医院设备再好 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是一切的根源 要想改变一切 首先要改变自己 学习是改变自己的根本 其实你爱的是你自己 你喜欢的亦是你自己 你爱的 你恨的 都是你自己 你变了 一切就都变了 你的世界是由你创造出来的 你的一切都是你创造出来的 你是阳光 你的世界充满阳光 你是爱 你就生活在爱的氛围里 你是快乐 你就是在笑声里 同样的 你每天抱怨 挑剔 指责 怨恨 你就生活在地狱里 一念到天堂 一念下地狱 你心在哪儿 你成就就在哪儿 人生最大的价值 不是模仿别人 而是完善自我 只有成为自己 才能做 生活真正的主角 只有成为自己 才能拥有幸福和快乐 梅花自有梅花的神韵 牡丹自有牡丹的资质 丁香自有丁香的芬芳 而每个人 都是属于自己的阳光和土地 如果你是一块额暖石 就不要抱怨 不能成为一块美玉 如果你是一红青泉 就不要抱怨 不能拥有大海的壮力 如果你是一弯月亮 就不要抱怨 不能发出太阳的光芒 因为成为自己 做真正的自己 比什么都重要 自己身上的魅力 别人是不具有的 自己身上的气质 别人是不具有的 自己身上的特点 更是别人不具有的 不要轻视自己 也不要随便地否认自己 尽管自己很平凡 要知道 平淡中孕育着奇迹 每个人都蕴藏着 巨大的潜力 只有你充分地相信自己 你同样也能创造 了不起的佳景 当然 如果你是一匹骏马 就绝不能满足蜗牛的步履 假如你只是一只鲲鹏 就绝不能满足于 厌缺的秩序 假如你是一尊金佛 就绝不能满足于 门神的位置 要发挥自己的最大潜力 去创造一个又一个的成绩 我们不能仅仅满足自己的现状 要去挑战一个又一个极限 这样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坚强 看似一颗松柏 在寒风中依然挺拔 要似一株辣梅 在风雪中依然傲力 要似一颗泵 在魔力中依然明亮 成为自己 在生活中挑战 在生活中魔力 在坚强中成长 自己就是自己 没有人能带敌 仍贵有自知之明 也许你并不真正地了解自己 桥草虽弱 却又野火烧不尽的顽强 春笋虽弱 却又石破天津的坚韧 山西虽浅 却又直奔大海的意志 别小看自己 因为自己身上的无穷潜力 只有自己才能发挥出来 就让我们成为自己 做尊重的自己 不要跟任何人比 就只跟自己比 超越自己 就是战胜了别人 让我们用心去营造新的人生 生命因成为自己 而变得精彩 也正因做真正的自己 而更加充实 让我们用真诚的心 去创造一个又一个 辉煌的夜章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